哇哈哈 上集說到我們去了北角一間 寵物有線的餐廳 因為那裏見到其他小狗朋友 所以玩久了 現在的時間已經去到5點了 今天的日落時間是5點40分左右 我們現在全速前進去石澳 希望去到不要日落 開始日落了 糟糕了 哇 因為石澳的麥錶飽了 所以我們要拍一個老邊停車場 但也要50元一個小時 搶錢 現在很趕時間了 看到這間石澳泰之後 現在沿著這條路 直進 首先呢 會見到有間 歐綠色的房子 對面是一間中式庭園 但因為我們時間太趕了 所以就不拍照了 趕快點衝啊 哈哈 原來會經過這間潮技士多 就是最後一個補級 補級站 都有很多街標 應該是這邊 那邊啊 不斷地上車 就會見到 海啊 現在要先去第一站 情人橋 走這條樓梯下去 好像前一個人一樣 來到石澳海角郊遊區了 看到第一個打卡景點 就是情人橋了 你有沒有顧客 然後就是uto 只好狗山 小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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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已經很漂亮了 你看看這些小小小 雖然這個位置真的很漂亮 之後的地方好像更漂亮 所以我們不要逗留那麼久 這裡有左右兩條路 兩條路都是去同一個終點 我先走左邊上去 走了十幾級之後 就看到這段沿著海的路 這是一段沿著海的山路 BB級的行山路線 很適合休息幾個月 沒有走過山之後 帶小狗來走 Coffee很開心 很漂亮啊Coffee 很漂亮 很漂亮啊Coffee 很漂亮 嘩 最快登頂的山 大概走了十五至二十分鐘 已經到了山頂的艇 想喝水水 四面橫海啊 性價比超高啊 性價比超高啊 帶小狗來一樓啊 帶小狗來一樓啊 星級BB級 行山路線啊 是不是很漂亮漂亮啊Coffee 很漂亮啊 蛤 很漂亮 我們去不去街街啊 我們去不去街街啊 原來這裏也是寵物共享公園來的 石澳這間石澳泰 吃泰式食物 有些室外位可以帶小狗 來到石澳泰必喝的泰檸茶 超級好喝 檸檬味很重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總之你試了就知道了 其實這裡是很多食物 不過因為我們剛才3、4點才吃完午餐 現在才是晚上6點多 所以我們就叫兩個小吃就走了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 Bye